东秀苑就是我身后这栋三层高的小楼 那么它也是国家短道速滑队和花样滑冰队 办公和住宿的地方 那么每天早上八点钟 他们都会在这集合开始一天的训练 我们看一下他们今天训练的情况 在训练的队员当中 我们确实没有看到停训的王蒙和刘先伟 周扬也没有出现在训练的队员当中 据说周扬现在身体不适正在进行调整 让记者稍微感到意外的是呢 主教练李衍也没有来 那么这也是记者头一次看到主教练李衍缺席训练 网上传闻被调整出国家队的另外一位助理教练 马延军也没有出现在训练的队伍当中 这位穿黑色T恤的叫刘昊 他呢就是暂时接替王春璐担任领队工作的人 队员们在简单的进行了跑步训练之后 进入到了手体的训练馆进行冰上训练 这个环节呢并没有允许我们记者拍摄 随后记者多次联系 东运中心的相关负责人 希望能够了解打架事件的最新进展 而我们被告知目前还没有最新的进展 同时也不方便接受我们的采访 这次打架事件早晚会出一个结果 我们会拭目以待 作为采访这个项目的记者 我现在特别关心和担心的是 目前队伍的状态 因为每一年的下训都是训练的重中之重 而今年的下训是因为接连两次打架事件 让这个训练的效果可以说是大打了折扣 而今天距离新赛季的首战世界杯的比赛 只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了 如果说东运中心连队内的矛盾都处理不好的话 何谈让运动员们去打比赛拿成绩呢